相信经常在网上冲浪视频的人来说,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些视频网站每次打开视频播放时,都要去调整清晰度到最高,调整播放速度调整音量MMM,这样一通操作下来视频都播放完了有目有很气人的感觉,这也只能怪这些内容网站的设计垃圾,每一次重开浏览器,都要重复去调整一下,那么有目有能保存上一次满意的设定的插件呢? 今天就要隆重推出这样一些浏览器插件清测好用,第一款Enhancer for YouTube,虽然名字中带有YouTube,但实际上这个Chrome插件支持全网,包括Vimeo和Dailymotion等平台 搜索安装好以后,可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置顶到工具栏Enhancer for YouTube安装好,以后播放视频时,会在视频下发多出一长条相应功能,比如随机播放提高音量去除广告等等花样有点繁多 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那么我们设置视频的播放清晰度为1080p,接下来关闭浏览器重开 看看能否记住之前的设定针对Enhancer for YouTube这款插件安装以后,每个视频下面都会出现这样的功能条 对于个别强迫症的朋友来说,在之前的播放窗口下面,多出来这么一长条非官方的功能条形,估计看起来别扭 不舒服现在推荐第二款插件Auto HD 4K 8K for YouTube这款插件功能,就比较单一只能设定视频的清晰度 安装好以后看看效果吧 设置的1080p清晰度重开浏览器找一个视频播放 看看清晰度是不是之前设定的清晰度小节 Video Speed Controller 这个浏览器插件支持Chrome和PheraFault 并且可以自动记忆,你最喜欢的播放速度和其他设置 Enhancer for YouTube虽然名字中带有YouTube 但实际上这个Chrome插件支持全网 包括Vimeo和Daily Motion等平台 Play Speed for Chrome 这个Chrome插件支持几乎所有的网站 并且可以记住你最喜欢的播放速度和其他设置 Speed Control for Firefox 这个Firefox插件支持几乎所有的网站 可以自动保存你的播放速度和其他设置 请点击关注订阅本频道